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下我种的大白菜 过去大白菜是冬天主要的菜 每家都储存很多 做成酸菜辣白菜 白菜馅的饺子包子 一冬天也吃不够 现在虽然我们冬天的蔬菜有很多 但是也离不开大白菜 大白菜是秋天种的蔬菜 非常好种 北方天气冷的地方 入秋后就要开始种了 入冬就收了 我这里暖和些 九月初种的 撒上籽过几天就出苗了 我是直接撒在地里 一个种植坑里撒一些 白菜籽很小 多撒一些 过几天就出苗了 看它们出的特别不匀 需要移苗 先把长的小的拔掉 然后把多的移走 送到没有出苗的坑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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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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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坑里留一颗白菜 也可以留两到三颗 稍微长大一些就拔掉吃了 没有地方种的话也可以不移苗 先留着等长大些见苗吃 过了半个月白菜长大了许多 现在就可以见苗了 挑小的拔掉留长的大的 小白菜做汤炒菜都好吃 最后一个坑里留一颗 白菜会长得很大 要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白菜在生长过程中不需要做什么 不下雨的话隔一两天浇一次水就可以 虫害就是鼻涕虫和青虫 今年我这里雨水不多 鼻涕虫少很多 青虫看见一两只也不多 白菜叶子很健康 没有太多葱眼 对于不用药的有机种植来说 这种状态太好了 秘诀就是半个月用浇素水浇一次菜 蔬菜长得健康不生从 环保浇素的制作方法 我会放在视频的结尾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观看 我的白菜已经快四个月了 也开始爆心了 我也在慢慢得拔着吃了 这一冬天不用买大白菜了 吃自己种的菜很满足很开心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